谈谈苹果,因为有人追问,Ronnie 他说苹果持仓的129美元 就买了好一段时间 他说是他第一只买的美股 问你怎样看前景? 他买了好少,可不可以加 如果美股里面比较稳定的选择 你又会看哪一只? OK,其实稳定 没有一个稳定 其实买标普500相对最稳定 其实今年跑赢 其实今年 标普500真的令到很多不同的 就是我们行内 有时跟别人吃饭都知道 今年S&P500就终于抬起来 反过来我们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做信股票 我们做环球多元资产 其实去年也跑赢美股 就是跑赢标普500 所以我们经常说今年标普500 就是追回落后 因为大家喜欢用按链去看 就会觉得标普500今年很厉害 但是又这么说 其实它今年吃正了 就是因为科技和旧经济同事 互相拉上去 但是回答 如果你说真的过股Apple 如果是好好的话 刚才也说了 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 愿意再加多一点 其实就是刚才那两个概念 因为就是你的消费力 转价会高 而且我们现在在接近10年 究竟是否有些很特别的东西 会公布出来 但是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不觉得Apple 到这一刻会突然 好像Amazon过去的 突然有什么急的消息 会爆升的 因为我们反而 如果刚才说的概念 是大家觉得 这个消费转价能力 其实什么时候都会有 但是唯一一样东西 我们控制不了 就是市场的气氛 如果你突然差的时候 估值总要调低一点 尤其是我相信 如果到时气氛差 就会有人开始说 Apple Car 真的会令到 我们的财务报表做差了 那这一件事要留意 但是我短线 我都会设定一个位置 就是如果你说 真的很喜欢 想加注 我纯粹当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操作 大概136至138元 应该 我会这样说 如果想加注应该这些水平 但是如果一些比较短线的朋友 看到这个水平的失手 其实我们经常说 支持水平位 其实就是未买的人想买 买了的人想止涉 或者止赚 就会拿那些位置来做看 那我觉得这个水平的直播 参考性会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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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